天空颜色的摇椅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义 故事发生在北方一个土豆和牛奶特别好吃的小镇 这个小镇的边上住着一个年轻的椅子匠和他的妻子 他打的椅子 把把结实不说 坐上去还特别舒服 有一天 这个椅子匠打了一把小巧玲珑的椅子 呀 多好看的椅子 谁定的 妻子一边炖土豆一边询问 谁的 你的 我们家的呀 我们家的 可是 究竟谁坐啊 孩子坐呗 椅子这样开心的回答 妻子就快要生孩子了 你坐一下试试看 椅子这样心情愉快的说道 妻子轻轻的坐了上去 啊 好舒服 摇啊摇 妻子一边摇着椅子 一边陶醉的跳望着天空 孩子出生的前一天 椅子这样两眼放光的问妻子 你说那把椅子涂成什么颜色呢 什么颜色呢 红得好啊 妻子回答 椅子这样想明天去买一桶刚刚展开的红玫瑰那样的红漆吧 天空格外蓝的日子 媳妇生下一个女孩 可悲惨的是 这孩子是个瞎子 椅子这样知道了 连忙叫来了镇上的医生 医生看了老半天 说是天生的双目失明 治不了 就回家了 椅子这样和妻子哭了 哭了一天又一天 直到镇上的人们来催要新椅子 两个人的泪水才总算是止住了 秋天快要结束的一天 椅子这样在送完椅子回来的路上 一下子又想起了那把摇影 还没有突七呢 椅子这样嘟囔了一句 可是一想到 不管是涂了什么样好看的红漆 那孩子也看不见 就伤心到了极点 昨天妻子已经说过了 这孩子什么也看不见啊 不管是什么样美丽的花的颜色 水的颜色 天空的颜色 都看不见啊 天空的颜色 椅子这样重复了一遍 天是那样的碧蓝 椅子这样在一棵枯树底下 眯封起眼睛 仰望着天空 然后他就想 如果只告诉那孩子一种颜色 就告诉他天空的颜色 就在这时 椅子这样背后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响 接着他就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 叔叔 椅子这样扭头一看 就在身后那颗浸在咫尺的树底下 孤零零的坐着一个小男孩 他几乎快被落叶给埋起来了 那孩子虽然那么小 却在用颜料画着画 没见过你吗 是谁家的孩子啊 椅子这样问 那孩子嘻嘻一笑 我在画画呢 回答得驴唇不对麻嘴 那么画的什么呢 椅子这样在男孩的边上蹲了下来 朝画纸上看去 然后他愣住了 画纸上全部涂成了蓝色 这也不是画呀 是画呀 天空的画呀 天空的画 椅子这样又吃了一惊 不过 的确是一幅天空的画啊 画上的蓝色 与那天的天空完全是一样的颜色 我懂了 画得真是不错 椅子这样说 那蓝色 越看越和真正的天空的颜色一样 那蓝色仿佛是渗到了心底 就是闭上眼睛 眼前也是一片蓝色的天空 我说 这时椅子这样冒出来一个好主意 你那蓝色的颜料能不能分给我一点 为什么 涂椅子 为什么要用蓝色的颜料涂呢 于是 椅子这样就把自己那双目失明的女儿的事 讲给了他听 接着 他又说 想告诉那孩子天空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 我知道了 给你吧 不过 今天我只带了这么一点 男孩举起一个小瓶给他看 里头真的只剩下一点点绒开的蓝眼泪 他就要了 叔叔 明天行吗 啊 行啊 要是明天是好天 我还来这里呀 男孩说 叔叔 要是明天早上出了太阳 你就拿着瓶子和毛笔到这里来吧 知道了 要是出了太阳 就拿着瓶子和毛笔到这里来 就这样 椅子这样和这个神秘的男孩分了手 第二天早上 当一道阳光从窗户缝里射进来的时候 椅子这样捧着空瓶子和毛笔走向原野 昨天的那棵树下 昨天的那个孩子端坐在那里 早上好 椅子这样说 早上好 真是一个好天呀 是啊 瓶子拿来了吗 椅子这样小心地捧着瓶子和毛笔 默默地往前一推 那么就开始工作吧 工作 是的 是非常费劲的工作呀 说完 男孩就从衣服的兜里掏出来一根透明的三角棒 椅子这样见了 毛说 我说 我是来要颜料的呀 可那个男孩却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笑了起来 可是 叔叔不是想要天空的颜色吗 真正的天空的颜色 是要从天上拿的呀 男孩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 铺到了草上 然后 就把那根玻璃棒对着太阳举了起来 于是发生了什么呢 白色的手帕上 不就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彩虹吗 叔叔 用毛笔蘸彩虹的蓝色 往瓶子里放呀 男孩说 按他说的 椅子将拿过毛笔 入迷地盖了起来 毛笔朝挂在白手帕上的小彩虹的青蓝条一站 眼瞅着 毛笔就涨了起来 把毛笔拿到瓶口 蓝色的水滴啪哒一声 掉了下来 就这样 椅子将不知反反复复了多少次 太阳渐渐地升高了 椅子将聚精会神地把毛笔从彩虹移到了瓶子 又从瓶子移到了彩虹 瓶子里多起来的蓝颜料 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一会儿是紫罗兰的颜色 而一会儿又是使车菊的颜色 还有龙胆的颜色 鸭脂草的颜色 勿忘我的颜色 捷梗的颜色 绣球花的颜色 突然 颜料一下子变成了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红色 然后马上就变成了暗紫色 接着 当紫色的水滴啪哒一声掉到瓶子里时 白手帕上的那道小彩虹就消失了 椅子将拿起装满了神奇颜料的瓶子 天已经黑了 已经一天了 椅子将惊讶地叫了起来 是啊 所以叔叔你拿到了最美丽的天空的颜色呀 黄昏的原野上 回答着那男孩可爱的声音 谢谢 椅子将握住了孩子温暖的小手 椅子将一回到家里 就把那把摇椅拽了出来 然后 用毛笔满满地沾了一下子 刚刚得到的颜料 涂了起来 眼瞅着 摇椅就变成了好看的天空的颜色 真的 是一种漂亮的天空的颜色 瞎眼女孩长到了三岁的时候 坐在那把摇椅上 记住了天空的颜色 然后 她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最宽阔 最高 最美丽的 就是天空 女孩常常这样说 看哟 天上飞着鸟 飘着美丽的云 瞎眼女孩看得见天空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传遍了小镇 传说甚至传到了临阵 临阵的临阵 许许多多的人 就为看一眼这个不可思议的女孩 和天空颜色的摇椅 拥到了椅子将的家里 女孩五岁那一年的秋天 椅子将在干着活 妻子在炖着土豆 女孩坐在摇椅上摇啊摇的 看着天空 这时有人来了 叔叔你好 门外面响起了声音 椅子将的妻子打开那一看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站在那里 咦 谁家的孩子啊 她问 可不懂那男孩回答 椅子将已经从干活的地方扑了过来 叫道 哎呀 你是从前的那个孩子 说是孩子 可也长这么大了 妻子知道了他是谁以后 就又朝炖土豆的锅里 倒了好多牛奶 叔叔 婴儿呢 男孩悄声问 还婴儿呢 已经是五岁的女孩子了 椅子将快乐的指向窗户 女孩正安静的坐在窗边 那把天空颜色的摇椅上 男孩走近了 招呼道 你好 女孩转过脸来 男孩不知说什么好了 啊 我 这时女孩的脸上放出了光彩 叫了起来 我知道啊 你就是给了我天空颜色的人吧 男孩高兴起来 因为太高兴了 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 除了是的 什么也回答不出来了 后来 男孩和椅子将一家 围着一张小小的桌子 吃起了炖土豆 男孩走的时候 椅子将悄悄地拜托他 对了 下回我想告诉他花的颜色 你能带来红色的颜料吗 男孩点点头 然后在门口悄悄地对女孩说 我是疯孩子啊 到了秋天说再见的时候 不是会吹过一阵温柔舒适的风吗 那就是我哟 初夏 那个疯孩子住在南方的镇子里 在那儿 他看见了美丽的玫瑰园 于是 他就记起了去年椅子将 拜托他的红色颜料的事 一天夜里 男孩跨着一个大篮子 偷偷地溜进了玫瑰园 接着 就一朵接一朵地摘起红色的玫瑰花来了 篮子满了 往兜里装 兜里满了又往帽子里装 然后 趁着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逃掉了 第二天早上 玫瑰园的守员人 发现红玫瑰都被揪光了 吃惊得差一点没昏过去 玫瑰园立刻就乱了套 风孩子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下到了河滩 燃起一堆火 煮起红色的花瓣来了 咕嘟咕嘟 好久好久 才装满了一瓶颜料 又黏又好看的红玫瑰颜色的颜料 到了秋天 风孩子宝贝式地抱着那瓶颜料 来到了椅子酱的家 至于椅子酱和妻子有多么高兴 给他炖了那么多好吃的土豆 就不用说了 椅子酱马上就把夏天打的那把新摇椅 涂上了红颜料 当可爱的红椅子完成时 风孩子对女孩说 是南方玫瑰园里盛开的红玫瑰的颜色呀 啊 玫瑰的颜色 女孩摸索着 轻轻地坐到了玫瑰色的椅子上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女孩子站到了玫瑰园 鲜红鲜红的玫瑰当中 啊 这就是红色吗 像暖暖的厚厚的围毯一样的颜色 如果比作声音 就像是明快的鹤鹰一样的颜色 是一种美丽的颜色 是一种点点滴滴渗进心灵的颜色 这就是红啊 就是红玫瑰的颜色啊 女孩忘记了呼吸 被红这种颜色陶醉了 风孩子回去的时候 女孩说 喂 明年我想要海的颜色 海的颜色 这可难了 男孩想 我呀 想再要一把海的颜色的椅子 女孩热心地求她道 风孩子点了点头 温柔地答道 我试一试吧 第二天早上 女孩坐到了昨天那把玫瑰色的椅子上 可是 怎么了呢 昨天的红色看不见了 取代她的是连一朵花也没有的荒凉的玫瑰圆 如同没有颜色的画一般地浮了上来 椅子将发现 昨天涂在椅子上的红色的颜料 一夜之间全都退光了 女孩努力回忆昨天看到的红颜色 她想 我再也见不到那种颜色了 所以 她把它深深地深深地藏在心底 风孩子越过大海向南飞去时 央求海盗 哎呀 请给我那水的颜色 我要送给一个下颜女孩 海什么也没有回答 白色的波浪 哗地打在岩石上 男孩在岸边跑了一圈又一圈 央求着大海 一道又一道波浪打在男孩那小小的脚上 风孩子从南方回来的时候 又央求海 可是 大海什么也不说 尽管海水看上去是那样的蓝 可用手咬一捧 却像阳光一样的透明 是绝对做不成大海颜色的颜料的 风孩子就在沙滩上伤筋地看着海 直到夕阳西下 哗哗哗 突然 男孩在波浪声的后头 听到了一阵轻轻的歌声 是海在给他唱歌 一首动听的歌 风孩子在秋末的时候又来了 不过 椅子这样打开门一看 吓了一跳 那孩子竟足足长高了五厘米 真的 男孩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 如果不是露出了虎牙在笑 还真不知道他是谁了 没有起到大海颜色的颜料 风孩子带着歉意说 不过 我记住了一首歌 男孩把那首海的歌唱给了女孩听 那是一首优美的无字歌 静静聆听 就会听出温暖碧蓝的海的浩渺 波的光辉 远远的水平线 甚至还能嗅到淡淡的海潮的味道 风孩子把这首歌交给了女孩 就这样 女孩知道了大海 女孩坐在天空颜色的摇椅上 一边唱着海的歌 一边等待着秋天的到来 可是 出了什么事呢 这一年的秋天 树叶都掉光了 那孩子也没来 下一个秋天 再下一个秋天也没来 女孩坐在天空颜色的摇椅上 等了一年又一年 黑黑的辫子长得老长 到后来 连女孩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了 尽管如此 她还是等待着秋天 下野女孩十五岁了 一天 妈妈教起她炖土豆来了 慢慢的 少女炖的土豆变得好吃起来 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又过了几年 少女渐渐地忘记了天空的颜色 少女坐在摇椅上 努力想回忆起什么 想找回什么 然后又想把过去藏在心底的好东西取出来 那可是好东西 可藏在了什么地方 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少女叹了一口气 秋天的一天 有人敲门 门口站着一个个子高高的 英姿勃勃的小伙子 他说他是从南方乘船来的 无论如何也要拜椅子降为师 这太让椅子降高兴了 每天就教这小伙子怎么打椅子 小伙子特别喜欢吃少女炖的土豆 少女每天都咕嘟咕嘟的炖土豆给他吃 一天 小伙子一边坐椅子 一边唱起了好听的歌 坐在摇椅上的少女听到了 心里不由的一惊 是的 是那首歌 是海 是海 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 少女的眼睛清清楚楚的看见了天空的颜色 然后是过去小心翼翼的珍藏着的那点玫瑰色 少女朝小伙子奔去 叫道 是你就是你呀 你就是那个给了我天空颜色的人啊 不久 瞎眼少女就成为了小伙子的妻子 她成为了一个比谁都知道真正的天空颜色的幸福的妻子 她成了一个即使是长长的头发全都白了 也能坐在摇椅上 如醉如痴的看着天空的美丽的妻子 我就没了 这是 ca ran 我都不安 优优独医子